当我们的坐标有改变的话,就会触发on location changed 如果我今天传送一个DDMS 假如我今天传送的是这个数字,会写在东南科大之外 如果我今天再把这个值改小一点,影响中,这个改成4,就会在之内 我把它send之后,这边各位可以看到,会显示在东南科大之内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最好是直接把它传送到手机 如果你传送到手机之后,你就可以试试看 就是说,如果现在一定会直接跳出什么,在东南科大之内 那你可以怎么往外跑,跑远一点 跑到东南科大外面的话,它就会显示 它会显示在东南科大之外 不过这个程式虽然功能不是很多,就是判断true or false 可是问题,你会发现要写这么多东西 那这部分的话,提供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我想,程式码有点琐碎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程式我也是写了很久 才把它想到真的是,有很多地方实际上我把它经典在经典 否则的话,你们可以,网络上可以查到相关的范例 不过相关的范例写的都很琐碎,非常的琐碎 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implements,location listener 现在最简单,如果你不这样写的话 可能写的会非常的冗长 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我刚刚放上去的东西 在那个通讯 在那个通讯 通讯